在美国政治史上 选举人团投票通常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但是在希拉利的普选票 大赢特朗普将近300万张之后 美国再次掀起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声浪 使得星期一的投票行动备受关注 美国时间星期一 538名选举人在全国各州的州议会大楼和华盛顿的特区 投下审胜一票 决定总统人选 在宾夕法尼亚 一批示威者在议会外做最后努力 促请选举人不要跟随党的立场投票 而是依循良心做事 全面反对特朗普 特朗普会像一个独立者 他将所有的强力人进入选举 和所有的大钱 他们正如在任何独立者 他有一个金黄的城市 就像是斯达姆 Hussein 在佛罗尼亚 我们常常看到的 马拉雅 我们不需要这种领导 选举人必须选择 跳票的情况非常罕见 但是在这次的投票中 就出现了100年来最严重的跳票情形 但讽刺的是 6名失信的选举人当中 4人来自民主党 只有2人来自共和党 而这也无法扭转最终的结果 在统计几乎全部票数之后 特朗普以304票对希拉利的227票 正式当选美国总统 美国参众两院明年1月6号复会时 将正式确认票数 但特朗普胜选已重定局 而罪名狂人领袖 也以最爱的推特 感激选民的委托